我的人间烟火,原著小说叫,一座城在等你 剧版结局改成了什么样?先按下不表,原著作者是懂恋爱套路的 安排男主最后抱走女主,婚房无需另外准备,为表结婚诚意 方方面面也都为女主考虑到 我的人间烟火,小说结局,男主送宴,和女主许沁喜提结婚日程 许沁对婚房有一点点要求,最好是做四合院,能让她和宋燕余生所死在里面 宋燕很有先见之明的,于十年前赤巨资付了首付 之后一路拼搏,正当收入足以还清房贷,给到许沁理想中的家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这座代表希望的四合院也没有被她放弃掉 最后等到四合院的女主人许沁,宋燕手头还有三十万余额 一大半用来买婚戒,其余的用来付新车首付 因为不舍得许沁挤地铁,等出租 甜甜的爱情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无论是宋燕,还是许沁,都值得拥有这样的幸福 虽然可能要等许久,许沁才会知道 宋燕给她买车,特意选了白色宝马 是因为一段被她遗忘的回忆 这算是个浪漫伏笔吧 到了合适的时间,也许是宋燕和许沁一起变老的时候 宋燕就会向许沁娓娓道来 这里顺便报个小料 原著小说,一座城在等你,改成《我的人间烟火》之后 宋燕依然是消防员,许沁依然是医生 他们的结局也依然是治愈项 中间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喜不喜欢,皆不接受,见仁见智 某一个片段中,许沁化身仓鼠型吃货 两甲骨骨卖蒙不自知 宋燕口贤体正直 吐槽许沁这个年纪已经不适合装可爱 自欺欺人失败速度去了外面 还要接着吐槽诠释套路 磕道的举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写多少》 英详9ossibleili计刺功